在我这个频道呢,好像有拍过好几次的Satria 有1.3CM,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景色这么高哦 他们很好奇1.3CM上山会是怎么样嘛 后来呢,我有review过一个Satria GTI 有review过Satria Nio 今天我们就来一个不一样的哦 400多匹的Satria,你见过吗? 这样加哦? 都够了哦,这样子 都没有踩到完呢 全部朋友都说我很贪心 做这样的马力,那个轮子小小力 接着一个449B的Satria 4G93 Single Cam 我都不懂讲价了哦,1.98 我敬我所难啊各位哈 踩罢了哦 隔壁罢了吗? 坏罢了,nisse our 5公里着 5公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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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夠力了 OK 爽啊 各位朋友们 买新这个时候呢 不知道是不是要先改装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们 第一个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新设计录器了 那今年的70mine呢 推出了一个最新的A510 它里面搭载着一个 Sony IMX675的传感器 它可以录制呢 1944p的高清录制 还有HDR哦 所以它支持双前后的录制之外 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就是Night Out Vision 在晚上的时候录制是非常轻的 我相信呢 Mine Dash Cam呢 很多在下午的时候录到是OK的 是不是 可是晚上能不能录制到清楚呢 就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买的A510呢 它这个价钱呢是非常的平民的 它可以录制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车牌 当你发生意外的时候呢 最主要就是还有一个backup file 还有车牌的号码都录制到 这个就是保护你的人生的安全了的 今年的A510呢 也全面升级了一个4G connectivity 如果你今天安装了这个HUB Air Key 你还可以为这辆车插一个SIM卡进去 你的车呢就可以随时online着了 在远程控制你这辆车 看看一下你的车有谁碰到你的车啊 或者是你万一你有忘记了 你的车park在哪一个basement 你至少可以通过这个A510呢 的镜头看到哦原来我在这根柱子 我就可以去找回我车在哪里吧 是不是很方便呢 A510呢还搭载这一个ADAS的一个系统 那如果今天前面车启动了之后 你还没有动的话 他会提醒你Lane Departure Warning Front Collegion Warning 他都会跟你说 所以还等什么各位 赶快点击我下面链接 买给你的亲戚朋友 买给你爸爸妈妈的车 妹妹啊哥哥啊 全部把它放在车里面就对了 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从行车记录开始 70迈A510 哈喽大家好 又是ADAS的爱的人啊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POV啦 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 欢迎回到来POV跟定乱四驾系列啦 今天我们有老板Danny你好 嗨你好我是来自于我的店在阿曼布里斯 也就是在UniCross 3 Dama Sala的范围附近啦 之前我们去那个弟弟公的时候 我稍微提一下这辆车的 看来大家很有兴趣看一下哦 到底一个Zatria 然后是Single Cap 1.8 4G93 怎么做到400多匹 到底改了什么呢 我们等下去探索探索一下 然后再试驾一下 我知道是很难驾啊 因为那天在弟弟公的时候 一直听你 根本踩不到油 不懂怎样去开油哈 那这辆车呢现在还是前驱 就还没有下市区的话 就不能下LST咯 对耶 但是我没有装 DrySup会断掉 因为Mitsubishi的落点不是在DrySup 4W的话就肯定没有问题 肯定没有问题啦 原来是因为把所有的那个 那股力量都集合在前驱 前面的Sup的话会比较压力一点 那走了我们去看一下这辆车啦 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 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 记得按下订阅 我是居中老板的Facebook Page啦 话不多说我们去看车 Let's Go I know you 正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 Mitsubishi Mitsubishi 是在下面的 后期的就是在上面 之前我拍的GTI那个 它的车身是1.6 你对这辆车用了多久时间来改造 我从NA玩到去Turbo 一辆NA150多匹开始弄 弄到160多 然后再upgrade去Turbo TD05Turbo我是做到340多匹 过后加了半年 觉得没有kick了 再加upgrade 又再改大力一点的Turbo 放那个AR60Galette Ball Bearing Turbo下去 我很好奇哦 为什么会选择用Single Cam来做这个Turbo呢 为什么不是Twin Cam 因为很多人玩的都是Mivec啊 或者是Twin Cam之类的 Single Cam是比较少人玩的 所以我就喜欢玩那些比较少人玩的东西 Biston是没有做大的 就用回Super车的Biston 81mm跟4G93的Biston一样大 Block肯定是原装 只是那个Conrod啊 那些Performance啊 全部肯定是要做了哦 然后Full balancing之类的东西 全部都做完了 你看它Turbo比我的拳头还要大 这是它的西风咯 这辆车目前为止 在轮上是多少匹马力呢 我在Daino G 它的马力就是在1.9.8 449匹 哦 449匹 1.9.8 对 如果再大一点也是可以啦 没有问题 也是可以 只是要upgrade 因为我的Injector不够用了 现在是1000cc Injector upgrade Injector 或者是再upgradeTurbo 因为Turbo 皮股这个是63皮股 它是属于玩Response之类的之类的 61秒的1要再上就需要再换Turbo 换去Turbo的皮股比较大一点 这个引擎我弄好了 就Daino 我在年头Daino啦 水柜那些不用讲了啦 看到这样大富了啦 我们去看一下它其他的设置 避震方面是采用着Gap SS 硬软高低 这里轮胎就好了啦 Z221 韩国的Ventus TD Z221 所以这个是比那些RS4 HD09来的更厉害 很黏的哦 这个1955R15寸 所以你看好像胖胖胎这样的现在 然后是用着T37的这个Rim 还有一个EVO的嘛 EVO对 Twin Port Caliper Andless Brakeback 然后哇 这个盘好像原装的哦 够用吗 原装盘 不够用了 后面的话呢就没有hold up啦 所以这辆车是前驱了 我刚刚讲了后面也是1955R15寸 后面有刹车砍钱哦 也是原装碟啦 FBK 的刹车皮 Diffuser 应该是Custom了的咯 对Custom了 哇 你看它的这个排气哦 是双触 像我拳头这样打 它的PIPING是多少寸啊 3寸 这个尾段也是常看只是这个嘴大罢了 这个应该有 5寸 5寸左右 里面就不多说啦 哦 这个Meter 是PUTRA的 橙色的哦 GDI就 呃 银色底 啊 这个就橙色的字 有打斜一点 Sport一点的 Nadi的 方向盘 5-speed manual 那个clutch是用什么clutch呢 McMartin plate 我们打开一下尾箱 给你们看一下里面 处于是一个拆空的状态哦 哇 它的肉掌 勾里勾里 然后后面还有这个 strap bar 还有这个monkey bar 我们叫做 其实这个车这样子的话 要阿嘎阿嘎啦 上路哈 这个是 不算合法的一个 电箱放到了后面了 全部拆空 我的bag刚刚好放在这边 Wallround review不需要多做啦 我们最主要就是试驾一下 旗艳这样子的 DJ Motorsport 我们去听一下它 strap bar 好吗 start一下 哇 那个bucket是 哈哈哈 那我们就 start一下 这有几个表咯 有turbo boost oil press oil temp 还有water temp RBM没有走 这样sort了 看你怎样知道RBM多少 拼身拼卖了 拼身拼卖了 它的boost大概几千转会来啊 四千多转 四千多转 好来 踩一下啊 现在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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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够了 来clush okok还好 等下我试驾试驾 熟悉一下 那好啦 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去试驾啦 let's go 这样车还没有上下过车方哈 另G4的电板 1.98boost 不要让吃吃不要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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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 小奖大赢 no peace 小奖大赢 Youtube 在家 3号价位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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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价位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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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价位比较好 -硬梯吗? 这样车换眼还要温柔一点了 换眼还要温柔一点 它那个Synchro好像会 比输来比是常见的问题 所以听讲,Bitsubishi 牙箱很脆弱就是这样啊 对咯,这副牙箱是来自Bitsubishi Eclipse 的一个别墅箱 虽然那些Final都不会这样短 像1.6MV那些太短了 它只有在4号跟5号也要比较短一点 很粘地哦,它台下现在超粘地的,热了啊 Thank you 不可以踩太大油,下回踩太大油那个Bitsubishi来 我驾到这辆车,我闻到关锅卡的味道 我看到它呆压的味道 很像 Jack221的味道啊? 蛤?Jack221啊? 回家控制它的油门,不可以踩太多 衣服的传统 刚刚那个CV我认识 哦 差不多到丁了啦 如果我贴我的VTAC拿去做Double 会多少人呢 也是这样的感觉哦 算了 哇 这个颜色美 真的美 哈哈哈哈 太暴力哦 其实讲真的 这样大批马力在云顶是有点难发挥啊 用不完啊 如果那天在弟弟公 根本发挥不到 我发挥不到 云顶还好 因为云顶有斜坡 对 然后如果在弟弟公那些全部都是 弯道的时候啊 你是通常要2号压这样走快啊 对 3号 3号 哦 它来云顶的路比较宽 它来云顶路比较宽 发挥较多一点 对 然后这辆车在乌鲁山也是很好发挥 对 对 它的 其实用上这样的轮胎 这样的setting 它cornering已经是很好了 没有到好显了 只是说 你Z221了哦 你的PUS一来还是很难抓 哈哈哈哈 太大马力了 449 就算了450好不好 好 可以这样讲 扭力是多少啊 是什么 差不多500哦 你看那个油啊 刚才是半桶以上多一点 它用这样多 多一点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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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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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上面很冷 OK 上到来一顶了 OK啦 上到来一顶差不多 很多慢速的时候 那么前路中间 没有换喔 没有啊 很想换 跟我之前加那个SEG啊 300匹这样子 还要更加猛 更加难抓 而且那辆有LSD啦 所以才有LSD的话呢 就变成了我踩大油的时候 然后那个steering你要抓紧一点 不然它会 扯 啊扯一个方向 你就要 你就要对准那个去 然后 这辆车OK啦 因为 还没有LSD哦 只是你要对准那个头 你的油不要踩太多 然后不要boost太大 你就比较顺一点 尤其是二号牙的那期间 非常 没有话讲 非常厉害 非常 的一个怪兽 你这辆车这样的setting啦 其实比较适合跑 跑直线还是跑 Sepang表头 Sepang我就还没有试过 OK 直线是 没有问题啦 哦所以你有没有打算来去参加比赛啊直线 呃参加比赛就没有想过因为暂时还没有讲试过进去Sepang啊跑到时间之类的东西 哦 因为 可以说是我骑Sepang都是 跑过一次罢了 还是在B&L的车 你看啊我们上到去油温高的时候呢 我们的黑油就比较 薄了一点 所以Oinpress肯定会 比较低的 什么鬼哦这个车 不怕 刚才看你这样子踩都有6个吧 有6个吧 还有6个吧 是啦 现在是正常啦我们上到来这边 热的时候它会idling OK啦 有时候发Ointep也是大概买3 正常 很快就下了嘛你看我们来到这里这样冷的时候 所以Oil Cooler Radiator 这两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对 这个Oil Cooler也是加了两粒5寸的风扇啦 难怪 难怪Oil Cooler加风扇 所以直接的是放在 那个condenser的前面 啊对因为我们Turbo放不到 Intercooler已经在前面了 就是Intercooler 都有问题了所以要放风扇 NL就没有问题 那我的车就是 人家问我怎么我的油温老师这么低 没办法 其实油温太低也不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尽量 下雨天要踩一点 不然它的油温太低 水温又低哇 因为我没有那个什么 Turbo stand bypass到完 所以对 今天也不是讲很好 我就要踩一点 太冷了 所以so far没有什么好讲 DJ Motorsport 谢谢你 谢谢我这一个车 来试驾 前一下 450匹 所以在我目前这个频道里面 我驾过 改装车里面最高马力就是你了 真的因为之前 SEG 300匹罢了嘛 对 这个 450 而且还是Single Cam 各位 希望大家把这个video 下出去 给你们朋友看 Santria 如果他们在玩Santria的话 读他们啦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不要问我 因为我不会 下手改装车 你问的话问老板 DJ Motorsport 直接PM他们 哈哈哈 好嘞 我们上到来 顶咯 冷冷咯 穿短裤哦 够力咯 有啦 OK啦 诶 啊 啊 这种 日本车就是 它的痛病 所以 诶它是不是有 Logging 你跟它这样车 有有 停一下啊 一点点一点点 这个clutch 谢谢老板 谢谢你 谢谢你 紧张哦 坐隔壁哦 你也吃哦 还有那个 Tur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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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r Turbo Timer 然后30秒这样啦 很冷哦 上 刚刚Denny有说啊 不会断油啊 有没有没有看过 我之前驾的vira 一过一个关 是不是吸不到油 然后断油 这辆不会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它换了4W的tank 所以它吸油是两边的 所以 不会像之前那个vira 这样啦 也不用去装什么 那个tank在后面 原来是这样 据说Denny啊 已经买了这辆车 驾了10年了哦 从NA改到现在 很长情啦 也没有打算卖 也没有打算讲 只能继续把它变更好咯 下次呢 就把它驾去shopping一下 这辆车真的是够 怪兽哦 哎呦 哎呦 那个handbrake handbrake 动了一下 这样车真的是够力啊 我现在 身经都沙哑了 可见它有多暴力是吧 Fantas DD 真的不开玩笑的 所以它没有给我业配啊 驾了这样多车 200匹以上 然后连400多匹都OK 非常的good这个轮胎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影片哦 记得多多点个赞 分享你的朋友 有玩Sachira的朋友 或者是即将要 改Turbo什么的 询问DJ Motorsport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 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的POV再见啦 Good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